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安卓图片内存分析的新方案 分享内容主要就是包括 首先会讲一下为什么要关注图片内存 一般来说可能大家经常听到是价位内存 图片内存又要为什么要值得被优化呢 首先会讲一下这个 然后我们会讲一下 如果要进行图片内存分析优化的话 有哪些常见的方案 最后介绍一下 新方案的功能和有实现原理 说起内存优化 很多开发者他可能第一反应就是OK Java内存优化 但事实上我们在项目开发中要解决的 要进行优化的话 除了Java优化还需要进行图片优化 Vative内存优化还有GL优化等等 在这些优化项中呢 图片内存优化是相对来说成本更少 然后收益有更大的 也就是说RI更高的一种优化项 那掌握图片内存优化的方法呢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的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都可以有好处 在个人成长上来说 通过掌握图片内图片的创建流程和分析优化流程呢 可以让我们的技术得到提升 然后对性能优化的认识更加全面 那最直接的收益呢 就是说在去参加面试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竞争力 我最近有面试了大概有十来位安卓开发版 说起内存优化的话 他们聊的一般都是内存泄漏 Leak Canary这些东西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位面试者 他可以说一下 他是通过怎样的方案去做了 图片内存优化 然后取得了什么收益 那这一定是会比其他面试者更有竞争力 而不是在对个人成长的一些收益 那对职业发展来说呢 掌握图片内存的分析方法 也可以解决更多图片内存问题 这解决的问题多了以后 就有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们知道很多大牛啊 他是怎么一步步成长过来呢 其实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然后呢因为他能解决更多的问题 就会有更多复杂的问题给他 然后他在这个解决问题 更复杂的问题的过程中变得更强 这一个正向循环下来 就会让他逐渐成长为一个牛人 所以说这是关注图片内存的两个好处 那为什么图片内存 他能有这么大的一个价值 对吧 相信很多人听到我说 心里可能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你吹了这么大牛 是不是真的能有这么大价值 那首先呢 图片内存 它之所以这么重要呢 首先还是因为内存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内存是程序运行的一个 必须的一个资源 那在安卓系统中 操作系统会为每个进程提供 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 就如这个PP上左边这个图所示 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部分 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 内核空间呢就是用来执行内核的代码 用户空间呢 就是执行我们应用成自己的代码 用户空间又分为代码段 数据段 堆站等等啊 我们常说的堆呢 其实它又可以细分为Java堆和Native堆 分别用来执行 分别用来执行Java程序和Native程序 那同时呢 操作系统啊 它为了实现这种进程隔离 不同进程之间 它既能运行呢 又不会对其他进程和整个操作系统 带来不利的影响 它是有进程的隔离机制 对我们应用进程使用的内存也是有一定的限制 限制呢 主要从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大小的限制 另一方面就是权限的限制 大小是指 在一个进程啊 它的应用内存地址 进程使用的是有上限的 在三个二位或六四位上 它的上限是不同的 另外 除了这个总的一个虚拟内存上限 还有一个更小的Java内存的上限 一般来说是512兆币一个进程可以使用的 加内存上限 那除了这个大小的限制啊 还有就是这个权限的限制 假如我们的程序啊 在执行过程中 访问到了啊 就是非法内存地址 或者是没有权限内存地址呢 也会导致程序崩溃 这是因为这些限制啊 所以我们在实际开发中 可能会由于内存使用不当 导致应用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 这里我列出了三种 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就是内存使用 内存溢出或者内存 访问没有权限导致的崩溃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内存使用不当 还会导致应用出现这种 后台存活时间短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啊 安卓系统它有和Linux系统类似啊 它有Lon-Memorial机制 这个机制的作用呢 就是说保证整机 整个操作系统是有内存可用的 一旦整个操作系统的 整个物理内存不够用的时候 它就会选择 把一些优先级没那么高 但是占用那种资源 比较多的进程去强制关闭掉 那在这种背景下 假如我们的APP啊 它一方面可能在后台 这种优先级不是很高 另一方面使用的内存又很多 那它就会可能会被Lon-Memorial 去强制关闭 最终的呈现的结果 就是说后台存活时间很短 可能会带来业务上的 业务指标上的一些损失 而除了后台存活时间短 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平时容易忽略的 就是内存使用不当 也会导致应用卡顿 为什么呢 因为在加外内存管理这边 我们还有一个自动垃圾回收的机制 当我们的内存不足 并且又频繁去申请加外内存的时候 就会导致垃圾回收频繁的执行 那它执行一方面是会通过抢占CPU 导致主线程的这个CPU时间不够用 另一方面呢 极端情况下还会有主摄式GCA 直接导致应用卡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内存 它一方面很关键 另一方面使用不当 它导致的结果也很严重 那知道了内存的这个重要性以后 那图片内存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为什么呢 因为图片往往是用内存的一个大象 我们知道一个图片 它占据的内存是怎么计算的呢 是通过它这个图片的分辨率 再乘以每个像素的字节数 以我PP上截图的这个小米12来说 现在的设备的分辨率都比较高 就小米12它的分辨率已经达到了 3200乘以1440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展示一张充满全屏的图片呢 就需要大概17兆币 仅仅一张图片啊 就需要这么大的一个内存 那我们在一个应用任意一个界面都可能有很多图片 同时呢又有内存缓存各种策略 那轻轻输松 因为图片导致的内存就可能上百兆甚至更多 这就是说为什么图片是内存使用的大象 那又同时呢又因为我们太需要使用图片了 往往会因为使用不当和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说 加载的图片过大 它又分了两种情况 就是一方面是服务端下发的图片是超大 之前也有遇到过就线上CDN 它出现一些问题 下发的一个比如说上万的一个分辨率的图片 直接导致内存暴增 这是一种问题 还有的问题就是说 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一个很小的view 很小的图里面这边它加载了一个比它大数倍的一个图片 这其实带来结果就是内存浪费 如果累积的多了也会导致内存移出 除了这种情况 还有些情况就是我们经常出现是 在一些列表页中去快速滑动的时候 如果不做一些策略管理的话 可能出现瞬间加载数十张甚至上百张的图片 这样的结果就是会导致内存抖震 另外还有一些场景就是 我们可能如果要进行图片去编辑的话 可能需要去手动创建bitmap 那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 没有及时去调用它的recycle方法 导致它没办法及时被回收 OK 通过这部分我们知道了 内存一方面它很关键也很容易出问题 另一方面图片内存它又常常是会导致内存总量变大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图片内存的分析方法 那问题来了 假如让你去分析这个图片内存 去你有什么方案 如果面试中面试官考达你的问题 你会怎么回答 这里我给现场小伙伴三秒钟时间 你可以思考一下 好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先把问题拆解一下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三步 首先我们要定义问题 什么是内存分析 那知道了以后再来想内存分析的思路是什么 然后再看有哪些方案 内存分析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需要获取到应用在一定时间内创建的图片信息 包括图片的总数 占用内存大小和创建堆栈等等 这样我们在出现问题以后就可以知道是哪里创建了过大或者过多的图片导致的最终问题 那定义好问题以后分析思路是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要拦截到图片创建或者获取到内存中的图片 我们就需要找到它创建的关键函数或者使用函数 然后通过各顾客或者是各种手段 去在它执行过程中拿到它所有图片的信息 思路明确以后 下一步我们就来看一下常见的一些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Explot的方案 Explot文件 可能很多小伙伴都已经多多少少有了解过 它是一个加坏块账 我们在使用Android Studio或者MAT或者ADB的方式 可以去档布一个debug程序的Explot文件 然后用这两个工具打开以后 就可以得到PPT上左边的所示的数据 我们知道一个图片使用的时候 都需要创建一个加坏的Beatmap对象 拿到这个Explot文件并且分析找到其中的Beatmap对象以后 我们就能知道当前内存中的图片信息 这种方式的优点就是使用很简单 上手能卡很低 基本上看一眼就可以学会 那缺点就是说这种方式它使用场景有限 只能用在线下的时候 毕竟把它依赖于一些工具 并且档布的过程中耗时也很久 另外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是 因为这个Explot文件中它保最终 给到的这个引用量就是对象之间的引用关系 而我们实际运行使用中常常是通过Picasso Glide 或者这种图片框架去进行加载 最终在通过Explot拿到数据里 很容易就会看到最终我要去看是哪里创建的 发现都定位到了这个图片加载框架 这就导致这些很多问题没办法追根溯源到业务那边 虽然Android Studio 它是有提供这个Bitman Preview的功能 但是由于系统的这个实现方式变更 导致这个功能在Android 8.0以上无法使用 具体的原因稍后我们会介绍 OK 这是图片内存分析的第一个方案HPROV 除了这种方案呢 还有一种其他方案是通过Java hook的方式 什么是Java hook呢 Java hook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在运行时修改 Android SDK Java hook它这个本身方法的一些入口地址 我PPE上这个图是以一个我们在调用Emet Site Bitmap 就是给一个图片布局设置图片的一个例子为例 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一个APP中有很多地方 都会调用这个方法 那我们如果通过一定的手段去把它hook以后 最终实现的效果就是 APP里所有的方法都调用的 虽然还是最终的这个Android SDK 的方法 但是Android SDK 这个Emet Site Image Bitmap 里面的实现 它已经被改掉了 它一开始执行就变成了我们这个设置的一个 Proxy 就是代理函数 而在代理函数中我们去经过一系列的拦截处理 获取信息 最终去调用最终的这个原始函数 原始函数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用我右边列的第一个开源框架 YAHFA这个框架 用这个框架去做一个加hook怎么做呢 就是像左边的图片所示 我们需要首先声明一个class name 声明这个要去hook的类名叫什么 然后再声明要hook这个类中的哪个函数 具体的Message Name 在这里我们就是这个Emet View的 Set Image Bitmap 方法 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再调用这个Code的一些API 我们就能够实现拦截到这个Emet View的 这个Set Image Bitmap 方法 这样所有APP里面调用它的 对它的调用都会走到我们的这个代理函数中 在其中我们就可以拿到Emet View的信息 还有Beat Map的信息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Beat Map 我们还可以拿到Emet View的信息 就是说拿到的信息更加全面 这是它的优点 那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这种方式 它目前来看还是不够稳定 一般只能在线下使用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左边我截了个图 是它这个实现圆码里的一部分 我们刚才提到 我们要实现这种交捕 需要做的就是修改这个交捕方法 才在RT信息中这个RT Method的入口点 就是这个EntrePont EntrePont 它由于它这个 由于安卓系统的迭代 在不同版本间 它的这个偏移量是不固定的 在内存中的地址是不确定的 那我们如果要实现就需要在内存中搜索 并且找到对应的位置才能去修改 这种方式呢 就需要对各种版本都要做适配 带来的结果就是说它不够稳定 只能在线下使用 并且线下也常常在很多机型会崩溃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还有一点就是刚刚这种方式 我们看了一下 我们需要声明一下Hook的具体函数 那结果就是我们 因为涉及到图片展示和创建的方法 特别特别多 如果要拦截所有的 我们就需要兼容所有API 这个实现成本也是蛮大的 OK 这是第二种图片的分析方案 加Hook的方式 第三种方式呢 是字节码插装的方式 字节码插装 就是说在编译的时候 我们就修改字节码 把应用内对SDK的调用 改成调用的代理方法 如图PPT左边所示 和刚才加Hook方式的不同 同样是拦截 不同的是字节码创建方式 它不是去修改这个MathView的方法的实现 而是修改了我们APP内部调用的实现 这样的好处就是 OK我不需要去适配不同的版本 我只需要 因为我是拦截的APP内部的代码是更可控的 所以它的优点就是更稳定 如果要实现这种方式 可写的框架也很多 比如说SPECTG或者ASM JavaSystem等等 它们分别是在编译的环节的不同流程去生效 另外呢 刚刚我没提到 它也是Hook某个具体的函数 在这个具体函数中 我们就可以拿到 同样可以拿到View的信息 BigMap信息等等 也可以拿到比较多的信息 那缺点呢就是说 我们需要拦截所有涉及到图片使用的方法 下面在PPT 左下角这个图片 我列出了很多图片创建和使用的方法 这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 如果要通过质截码插装的方式去完结的话 可能要针对这些所有API都要去做一个插装 但是实现成本也是蛮大的 另外呢 还有就是它也会遇到前面提到 Hgraph类似那种方式 最终代码都会归笼到图片加载库 没办法直接看到业务问题 OK 这是第三种实现方案 字节码插装 这里我们小结一下 图片内存分析可以 常用的可以有这三种 HPROF加号book和字节码的方式 通过对比这三种方式的优缺点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期望 就是理想中的图片分析方案 它最好是这样的 第一点呢 就是在线上线下都可以使用 对吧 毕竟我们实际使用中 除了线下分析 还需要做线上监控 那想要在线上使用的话 就要求这个库一定要稳定 够稳定 同时呢 最好揭入成本很低 不需要像刚才一样 试对各种API 另外呢 最好也可以解决前面提到的 定位到了图片库这种通用对战 没办法定位到业务的这种问题 OK 这就是我们了解了 常用者图片内存分析方案以后 得出的一个期望 最后呢 就到了我们第三环节 介绍一下新方案的功能和原理 今天呢我要介绍这个新方案呢 它叫Android Bitmap Mont 它是一个开源的图片分析工具 它基本实现了前面我们提到的 这些期望点 既支持线上也支持线下 在线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实时看到 内存中的图片数量和占用内存 在PPT左边这个截图中 箭头指向的地方就是一个实时展示 内存中图片数据 图片数量和内存的一个效果 那点击这个旋幅窗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PPT中出现了一个 就是这个页面就是图片中的内存列表的数据 通过这个页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APP中创建的总的图片数和图片内存 还有没有被回收的图片数和图片内存 一般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尚未回收的 这部分 因为这部分往往就是泄露 不合理的使用导致的泄漏 然后除了总数呢 还有具体的各个图片的信息 包括图片的大小分辨率 时间还有创建页面等等 另外也支持按照大小和时间排序 除了在点击某个具体的对战 某个具体的图片以后 我们还可以看到如图第三张图片 这样的一个功能 在这个页面中 顶部呢就是这个图片的本来内容 就是我们通过一定手段 也可以实现Android Studio的这种 Big Map Preview的功能 就是看到这个图片的内容的功能 像这个截图啊 再结合它的这个页面信息 就是这个Splash Splash AD Fragment 那么就可以知道 这是在一个闪屏的广告页 就是开屏广告页中 加载了一个首页的一个股价图 那再通过底部的这个堆栈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哦 它原来是在主线程 并且是在最底部红框圈的 就可以看到是具体的某个代码 而通过这个功能呢 我们就可以做到哦 看到这个图里面的图片 图片有多大 是什么内容 从哪里创建的 即使有的时候 这个图片真的是通过图片库去创建的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 顶部的这个图片还原去定位到具体的 也比如说这边第四张截图上面的这个曾国藩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哦 它是在第一张图的Binary上 那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在对战无法看出问题的时候 也来定位到这个图片大图到底是哪里创建的 除了这些线下的功能哦 这个新的方案还提供了一些查询结构 可以用来在线上上报 了解了这些功能以后可能 大家都对它的实现方式很好奇了 别着急 接下来我就会挨个介绍 介绍内容呢主要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图片创建是怎么拦截的 因为刚才提到这个使用这个框架的话 我们不需要再去hook所有方案 只要揭露它 它就可以一键拦截到所有的API调动 这个还是很神奇的 另外前面提到能够给出当前内存中 尚未回收的图片数据 它尚未回收的其实就是泄漏的 那这个泄漏是怎么定义是怎么统计到呢 等一下也会介绍 最后还会讲一下图片还原是怎么实现的 也就是类似Android Studio的那个Bitmap Preview的功能 要拦截图片创建 首先我们需要对图片创建的流程 有比较深的了解 左边 PPT 左边就是 绘制的一个图片创建流程图 我们可以创建图片的API有很多 比如说Bitmap.CreateBitmap 或者BitmapFactureDecode等等 甚至有的时候在Result.GetJobble 它其实底层也是需要去创建一个图片的 那这个种种上层的SDK 最终都会走到底层的这个Bitmap CPP这个关键入类和关键函数中 在这个函数中它根据不同的版本 会去走 它会去决定从Java堆和Native中去分配内存 比如说在8.0以下 就通过这个Graphics GNI的 AllocateJavaPixelRiff 这种方式去Java堆里分配内存 而8.0开始就直接去Allocate一块内存 直接Alloc一块NativeHip去存储 虽然不同版本它们是有不同的区别 但最终因为要返回一个JavaBitmap对象 都会去调用 通过GI中去调用Bitmap的一个构造方法 那通过知道这个流程 我们就可以找到拦截点 我们只需要在不同版本上拦截它去调用 最终这个创建JavaBitmap的函数 就可以拦截到所有的图片创建流程 那这里我实现的方式 我就是通过InlineHook的方式去拦截到不同版本的 这个创建JavaBitmap的函数 在8.0以下呢 就通过这个Graphic GNI的CreateBitmap 在8.0开始你通过这个Bitmap.CreateBitmap 通过拦截这两个Native函数 就可以拦截到所有JavaBitmap的创建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图片 一键拦截所有图片创建的一个功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泄露的图片是怎么统计的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定义 泄露就是说创建以后没有及时回收的一个概念 刚才也提到 在8.0前后图片的创建流程它是有变化的 但实际上这个因为创建流程变化 那回收的方式肯定也是有变化的 但是最后通过圆码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 不论怎么回收最终 它都在这个JavaBitmap.recycle方法中 它都会修改一个成员变量 这个recycle为处 这个recycle的成员变量为处 那找到这个关键点以后 我们其实就可以判断这个Bitmap对象是否会回收的 就只要判断这个成员变量就可以 那这边我列出了我的一个实现的流程图 在开启了这个hook图片创建流程以后呢 我们可以启动一个专门检测是否回收的一个县程 在这个县程中是通过锁TriLock 拿到这个所有被hook的 就是通过hook拿到的Bitmap数据 然后轮行便利这些数据 对 因为这些数据其实就是一个 加入Bitmap的一个列表 通过便利这个列表 我们去看每个Bitmap 它是否它的这个全局热银网 global V-grift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说明它已经被回收掉了 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再就看一下它的这个recycle的成员变量是否为处 如果为处也说明它被回收了 那通过这两个条件 如果都为force 那剩下的这个加入Bitmap对象 其实就是没有被回收的 通过这样一个机制呢 我们就可以方便的统结到 没有被回收的也就是泄漏的图片数据 OK 这就是泄漏的图片是如何统计的 简单来说呢 就是说通过先持有一个 那是有什么DNA中持有一个 然后再去轮询检测它的这个recycle的属性 这样就可以判断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还原是怎么实现的 图片还原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 它其实主要就是用来在堆栏 没办法定义问题的时候 通过内容我们来判断它到底是哪里加载 那为什么Android Studio上面Bitmap Preview功能现在没有呢 这主要是因为啊 如图左边所示 Android SDK中 在Bitmap的Java 这个点Java这个类 它在安卓8.0开始 就是它的构造有了变化 在8.0以前 它是有这个一个字节数组 叫Buffer的一个字节数组 同时呢还保存了这个高度和宽度这些信息 由于这个Buffer信息是保存在Java层的 所以Android Studio 我们就通过Dumpers Pro 就可以拿到所有Pitmap 也就能拿到它的这个字节 Buffer数据 那这个Buffer数据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 一个一张图片的像素数组 可能这样说比较模糊啊 我再加几张图来描述一下 像素数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一张图片 它之所以能够像我PPT 一左边最右边这个很清晰的图片 它之所以这么清晰啊 是因为它有一个就是二维数组吧 二维数组它的这个每一层的Sight都很多 就是像素点很多 像素点很多以后 就在肉眼看起来就比较清晰了 假如我们把它做极端化一点 假如它只是一个二维数组 每一层都只有三个字节 那可能最终出现了几个字节 这一张图片效果就是第一张 顶部这个图第一张这样子 它看起来就是一种颜色的组合 那其实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 一张图片的最终能够呈现出来一张图片 是通过一个二维的像素素来实现的 那我们要实现这个图片还原怎么做呢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拿到这个一张图片的 它这个所有像素素数数据 在8.0以前就是这个buffer数据 那8.0以下呢我们可以通过 native的方式去拿到这部分数据 怎么拿到呢 可以通过ndk 它提供的这个一些方法 比如说在这个bitmap.h 也是它是ntk提供的一个投文件 它在这个投文件中给我们暴露了一个方法 叫Android Bitmap Lockpixels 这个方法的作用就是说我们给它输入一个 第二个参数输入一个加上bitmap对象 它就可以给我们输出一个像素 就是像素素的一个内存指针 同时呢它也帮我们去lock了这块内存 就是避免了这块内存被释放 或者被其他地方使用 那通过这个API呢我们就可以获取到这个像素数据 那这边第三张PPT上第三张图就是我这个 就是这个开源库里的图片还原的核心代码 这边呢首先第一行创建了一个 创建了一个一个pixel的一个指针 然后呢我们传入这个Android Bitmap Lockpixel的方法中 并且传入一个Java Bitmap对象 调用这个方法以后 这个指针呢就会指向它的像素数据地址 这样拿到这个像素数据地址剩下来就简单了 我们就只需要按照指定的图片格式 把这个像素数据填到那个格式中 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完整的图片 OK到这里就是讲完了新方案的功能和实现原理 这里给我做一个总结和展望 这个分享呢我们主要讲了 首先讲了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图片内存 对吧一方面呢是因为内存它很重要 一旦使用不当可能导致应用崩溃 或者是后台存或时间短或者卡顿 而图片呢往往是使用内存的大图 并且因为它使用之广啊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内存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关注图片内存 那知道了关注图片内存后 如果要进行图片内存分析 我们有哪些可以选的方案呢 今天也介绍了 有HPROF还有JavaHOO还有这个字节码擦装等等 那这些方案呢 他们都是各有一定的优点和缺点吧 基于这些方案的优缺点呢 今天我们就介绍了一个新的方案 一个安卓bitman monitor这个方案 介绍了它的功能和实现原理 它的功能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可以一方面可以实时的看到 内存中的这个图片数据 图片的数量还有占用内存数 还有它的堆栈以及还原图片 另一方面呢也提供了API可以线上去使用 这个是它的一个功能 而最后呢我们还介绍了它的实现原理 是通过了解安卓8.0前后的图片创建流程 找到了关键的hook点 然后呢又通过定时的轮行这些 拦截到的加入bitmap对象的一个状态 就可以知道它是否被泄露 最后在图片还原的时候 我们就借助了一个ndk的一个 一个观点头文件lockpixel 去获取到这个加入bitmap的像素数据 然后就可以写出为文件 OK 这是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 那最后我们可以展望一下啊 通过这个新的方案 我们可以用来干什么 刚才提到可以拿到信息很多啊 有内存的数 有图片的数量 再用的内存 还有堆栈内容等等啊 通过这些功能上 我目前想到的使用场景有这些 首先呢可以用来做大图报警 比如说我们通过它拦截到图片的创建以后 发现如果一个图片 它的尺寸超过了这个手机的像素的一倍 甚至两倍啊超过 那就妥妥的是有问题的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去上报一下 然后后台分析一下 因为这样的图片一旦很多 很容易导致这个内存溢出 另外呢 我们刚刚提到图片泄漏 它其实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如果不加以控制也会导致严重的问题 针对这些在一个页面使用完毕以后 还没有被回收内存的图片 我们也可以进行上报 然后在后台分析 并且独处创建的开发者去及时回收 最后呢通过图片内容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的具体用来干嘛 经常出现的是一张图片 可能多个业务都在用完都在创建 不过小图片还好 如果是大一点图片 很容易就会也导致内存有问题 OK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好那我就结束共享了 老师还有那个QA环节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QA文档在你的手机上 好的 不是说放到最后一个环节吗 对是 先选择问题是吧 对对对你就直接念就可以了 好的我看一下啊 稍等 OK 今天小伙伴们还挺热情的 有问题还比较多 好 所以怎么样 我先选几个就是还是挨个回答呢 还是说 你想回答你就直接回答就可以了 然后再回答完之后再选三个 你觉得可以去领取礼品就可以 OK OK 看到有一个小伙伴问 说HPROF工具能分析NATIVE的图片吗 这个是不行的 现在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HPROF文件 它是一个 就把PVD切回去 HPROF 它是通过Dump 当前的Java这块照 拿到是Java的PV面图片 那在8.0以前 它是可以看到图片信息 8.0以后 保存到NATIVE以后 它就看不到图片 这个是不支持的 另外 还有个小伙伴问说 框架可以通过导出日志的方式吗 这个 目前 目前是不支持 目前是通过就是 提供了一些接口 如果你想要去拓展的话 你也是可以通过 拉下来原代码去自己定时 就是把它写出到文件都可以 这个是很容易拓展的 你也可以去修改一下 还有个小伙伴问说 这个框架线上能用吗 这个其实也是我 我看到了好几个小伙伴问的问题 因为大家可能关注它的线上文件性 因为这个方案最终选用的是 可能这边没有提出来 最终选用的是 字节跳动 由 蔡克伦 蔡克伦大佬 他开源的安卓Inline Hook 这个框架 它现在已经在字节跳动的很多头部应用 比如说抖音 TikTok这些都有使用 这些是经过大规模的验证的 所以是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不信 你可以去下载一个抖音的APP 去解压一下 看一下它的GNI 然后这个Libs目录下 找一下叫Libsethook这个SO 可以看到是应该会找到的 这个都是一直在线上使用的 所以稳定性是OK的 还有同学问的 这个 我是要回答完了还是 因为我发现今天问题很多 会不会影响后面的一个时间 不会你回答就可以了 好的 还有个同学问 这个县程对程序本身的性能有影响吗 这个是有的 所以这个在使用的时候 还是要做一定的这个叫什么 预值判断 预值控制 因为什么弹丸是Hook的方式 它其实多多少少都是有性能损耗的 因为我们是在系统本该正常执行的 这个过程中 就加入了自己代码 对吧 额外的执行肯定是有损耗的 只不过我们可以去尽量减少它的 这个执行的频率 比如说像我这边 这边去检测试分泄露 它是支持配置一个间隔的 这样如果我们间隔周期不是很久 其实性能损耗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呢 这个就取决于具体怎么用 这个是知识配置的 还有 还有小伙伴问说 这个是不是和Liquid Canary的功能有重叠 是否考虑过基于Liquid Canary实现呢 怎么说呢 Liquid Canary 它其实就和HPROF本身是一套思想 你就可以这么理解 他们因为什么呢 他们都是基于HPROF的当时 对吧 都是档不出来 然后去分析去检测 那他在高版本上 因为他拿不到这些Deep Map数据 它是其实是有很大的缺陷 并且这个Liquid Canary 虽然说现在他有去优化 想要可以在线上使用 他其实实际上我们还是不敢在线上使用 因为他本身这个HPROF过程中性能损耗还是很大的 所以你说功能重叠吧 其实他们都是做内存分析 这个是重叠的 但是如果基于他实现可能性能上 或者说实现就是不太好实现啊 还有我看一下 泄露这些圆码是否已经添加到安卓圆码 这个问题我没有看看明白 我先找些我看明白 OK 基本上看 基本上就这些问题吧 回就是 还要选三个比较好的问题是吧 对的对的 三个比较好的问题是 有一个小伙伴叫聪明的Harvey 聪明的Harvey 他问到说这个框架资深的性能如何 这个其实问题还是蛮好的 因为对 因为这个其实在做各种性监控需要考虑一个点 这个也是蛮好的 还有一个叫苍明的小伙伴 苍明 他问线上能用吗 这个问题 其实 其实 像这两个问题 都是我们在日常做性监控需要重点 关注的点 就是一旦在线上 因为我们就要有敬畏之心 这两个问题都是挺好的 再选一个就是 再选一个就是 嗯 嗯 啊还有一个小伙伴问说是否支持SVGA监控 这个理论上也是支持的 因为SGA SVGA的本质上它是通过 一些里面的view或者canvas去加载图片嘛 我了解是这样的啊 那我们虽然直接缓解不到里面 调用SVGA的代码 但是可以通过图片还原的方式去定位到到底是哪里的内容 OK 那最后一个那个中奖的是 那最后一个那个中奖的是 就是线上浓灾 我理解下来这个问题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在线上出现内存问题的时候 是否可以根据这个分析结果去做兜底或者是做一个回退对吧 他这个问题其实问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如何基于拿结果去进一步去分析时 首先他这个问题是挺好的就是最后一个就选这个BMW中国会员这个同学 那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我想一下 其实这个是很好的思路我突然想到因为我们拦截它是我们其实可以这样拓展 就是在下发一个策略就是说决定我们这个拦截它是否去真正执行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旦我们拦截到每个图片创建的特别大 可能会导致内存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强制去释放 好相当于我们在有一个通用的图片加载检测机制 在这个机制里面可以去做一些就是就是决灾策略吧 就是说一旦发现是大图加载特别诡异的大图直接给它跳过 对这个他问的这个问题还挺好的也启发了我还蛮好的 好主要是这些了 OK 好 那我结束工程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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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你可以 感觉